下面的这个稳定动作 就是坐到地上来 对 两个脚并齐 对 打开一点点 与你之间同宽 OK吗 好 躺下来 双手放到你的臀部两侧 膝关节朝天 对 躺好 脚伸90度 膝关节不要多在一起 好 听我口令啊 来 慢慢的往上抬屁股 来 一二三 齐 来 放 齐 对 腹部不用填太高 平行就可以 放 来 齐 放 来 继续做 齐 放 对 齐 放 OK OK 这个动作叫囤 囤桥 然后囤桥呢 其实就是说对核心的训练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稳定性训练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边呢 这个都不需要任何的辅助器材 然后家长呢 在辅助孩子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记住 第一个呢 是它的脚 放胃 去膝一定是成90度的 第二个是 它当它起 臀抬起来之后 千万不要超趋伸 挺胎高 要让它的臀和髋关节 是伸展成平行直线的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呢也是建议四到六个 然后呢 每个动作呢 就做的三到四组 对孩子的稳定性的动作是比较有帮助的 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强调 提示一下孩子在发力的过程当中 双脚的脚后跟后掌一定要发力稳定 OK 接下来呢 我们带小朋友训练的呢 是核心力量的部分训练 那么核心力量呢 其实动作很简单 其实家长们在家里边 带着孩子们去训练的时候 也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一个垫子 然后呢 带他们做的这个动作呢 叫捐腹 但是呢 捐腹的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和枯燥 那么我们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会给孩子做一些互动 这个互动呢 就是我们脚底下的这个小球 这样呢会让孩子觉得 比较有乐趣 那么首先我们先做一下 基本动作呢 模式训练 来 我们先躺下 对 躺好 像刚才一样 对 脚打开 来 两个手 抱球式 放在自己的面部 躺下 起立 举高 再放 好 起立 举高 OK 来 准备好了吗 来 躺一下 起立 切球 躺一下 起立 一 一 二 三 起来以后把球举到头 抛出来 对 起立的时候 腹部用力 抛出 举高 抛出 OK 那么这个动作呢 在家里边呢 家长和孩子们在互动的时候呢 一定记住 掌握住力度 然后球呢 我们建议呢就是 选择体积小一点的 然后重量不要太大 我们给孩子呢 抛球主要是 增加他的乐趣 然后在训练过程当中呢 主要是提高他核心的力量 这是一个 对他们核心的肌肉力量 提高的很好的 一个有趣的训练动作 那么下面呢 我们和小朋友做的下一个呢 是属于核心的爆发力的训练 其实这个动作呢 它可以运用到 除了核心训练 还有很多的训练当中 比如说下肢的力量 上肢的力量都是参与当中的 那么这个动作呢 对孩子的肢体协调 和他的这个整体的 发力的这个锻炼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动作叫波鼻跳 那么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波鼻跳呢 更加了一个动作 就是波鼻跳起之后 我们加了一个 鼻鼻跳软 这可以增加它的 下肢的爆发力的训练 那现在呢 小朋友跟我一起做 波鼻跳的标准动作 来 首先下蹲 腰背挺直 双脚同时伸出 松 站直 往前跳 对 好 转身 下蹲 跳 对 蹲 跳 蹲 停 来 我们再来两次 一定记住了 每一次都必须下蹲下去 然后这个动作 我们家长在家里边 带着小朋友去做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小朋友呢 像刚才两个小朋友 做的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跳得多了之后呢 他就会很自然地 就是撅着屁股 然后就不下蹲了 那这样呢 会造成动作的不标准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的 起始动作一定是 标准地下蹲 先蹲下来 来 双腿 伸 伸 收 来 跳起 再来 伸 收 停 记住 跳过来之后 落地 一定要下蹲 来 稳住 再来一次 下蹲 伸 收 落地 稳住 挺胸 OK 好 放松 这可以了 这个动作呢 除了核心的训练 然后同时 对我们孩子的上肢和下肢的 肌肉力量训练 都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 对他的协调性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波比跳呢 在运动训练当中呢 被广泛地应用 希望大家呢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在家里边 经常锻炼这个动作 对他的身体能力提高 是很有帮助 来 小朋友 擅长去 两脚平稳 站到中间 对 上脚稳住 两手打开 眼睛闭上 腹部收紧 眼睛闭上不要动 坚持住 10秒钟 1 2 3 4 5 6 坚持住 7 8 9 OK 放下来 这个动作呢 是在平衡垫的闭幕的散力 那么可能看着比较简单 实际上我们当散到平衡垫 首先平衡垫里边是有气体的 然后它是不均衡的一个 不稳定的一个平衡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求的小朋友 在训练过程当中 闭上眼睛的 我们有时候可以自己试一下 即使是站在屏地上 你闭上眼睛 超过10秒钟以上呢 可能身体的平衡 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要求的就是 提示孩子 足部收紧 双手打开 保持平衡 让孩子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静下心来 这个对孩子的专注力的锻炼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这个动作呢 也是10秒钟一组 然后每一次呢 做3到4组 对孩子的这种控制能力啊 包括他的平衡能力 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面对面 现在教练摸哪里 你又跟着摸哪里 教练往哪跑 你又往哪跑 你必须要跟着我 你明白了吧 好 准备好了 开始了 一 二 开始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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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完成 我拍到你没拍到 是不是 来 背甲 你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不一定拍到哪里 来 一 二 走 拍 拍 拍 跟上 跟上我 拍 拍 好 你完成了很棒 拍个手 好 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镜面的训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在不定方向的 不定阶段的 折返的跑动当中呢 会提高他们的中心转移 和位置移动的能力 同时呢 也通过这个镜面的训练 可以提高孩子的反应能力 那么家长呢 在陪同孩子做的时候 自己呢 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训练 也是每一次折返 我们打3到40秒钟 然后呢 每次做3到4组就OK了 所以今天我们安排了一些动作呢 其实都很简单 相对来说 这四大运动素质呢 当中 其中除了旋转功能这一块呢 没有进行展示 其他的三个方面 都是进行展示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所有的阶段的训练 都是由减到凡的 然后呢 都是有很多的进体动作 包括呢 有一些很多的组合动作 比如说我们的 腿部力量训练和爆发力的结合 以及说它的卸调性的训练 还有它的连比性的训练 都是有很多的 像我们的间接性的训练 训练